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制定了设想 台湾出现突发事态 在西南诸岛设置美军军事据点的 新版美日联合作战计划草案 美国海巡陆战队 从登陆敌方阵地的旧作战方式 改为在岛屿部署小规模部队的新战法 也就是将向离岛分散部署小规模导弹部队 反复移动攻击 支援几方阵营的舰艇 报道进一步解释 这是因为美军的战略重心 已经从中东转移到在东海和南海 遏制中国 美国海军陆战队精心设计了 远征前进基地作战 简称EABO新战法 基本方针是封锁从日本西南诸岛 到台湾岛 以及菲律宾的第一岛链内侧 日本冲绳的美军加首纳基地 普天尖基地 白滩海军基地将成为重要据点 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新作战里面 约在五年前出现 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称 因为有助于日本防卫 陆上自卫队一开始很积极 陆自随美军指挥棒起舞 大量兵力转向西南 2016年向宇纳国岛部署情报收集部队 2019年在延美大岛 2020年在宫古岛设置了导弹部队 此外还在石原岛建设驻地 计划部署导弹部队 并且把地对舰导弹的射程大幅提高 随着美军布局日益清晰 日方意识到一个重大问题 EABO是将日本西南珠岛一带 设定为战场 势必让本国民众陷入危机 而自卫队没有余力疏散民众 但在美国的强迫下 陆上自卫队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推进 相关人士称 今年就任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 海军上将阿奎利诺 11月赴日时 与防卫省五官最高领导 统合幕僚长山崎信二等 自卫队方面举行会谈 新作战计划是主要议题之一 防卫省官员称 会谈后自卫队高层的脸色很差 似乎被阿奎利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12月4号至17号期间 日本陆次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首次基于EAPO的联合反舰演习 陆次约有1400人 美军约有2650人参加 整个作战流程包括远程部署 特种出席 前进基地建设 区域控制等四个关键步骤 最后一部区域控制中 海马斯火箭炮扮演重要角色 因为它机动进前火力猛射程远 海马斯在从运输机上着陆后15分钟内即可做好作战准备 公路时速达85000米能够快速进入战斗 在敌方锁定发射位置之前撤离 在火力方面 海马斯可携带六枚火箭弹或一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采用M26火箭弹时射程为32-45000米 采用增程型制导火箭弹时射程扩展到70-150千米 而采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 则具有打击300千米以外目标的能力 这次演习中 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次在日本境内 以长途空运方式运输海马斯火箭炮参与演练 也是海马斯在日本部署后首次进行实弹射击 海马斯的弹炮合一的机动的平台 主要是在这个岛屿上或者是在这个现在 他们选择的基地上要起到一种机动部署 快速部署射程可调这样的作用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月24号再次强调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 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和干涉中国内政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中国有强大的国防 我们的国防不但有核武器 而且有常规武器 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 但是我们也不惧怕战争 如果任何的分裂势力 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话 那只能是玩火自然